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多或少会在转专业上寄予一定希望 而在对待转专业这件事情上 不同大学的情况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 小编将39所985高校转专业难度分为五层 为大家详细盘点 第一层级 转专业最容易39所985工程大学转专业难度一栏表从上途可知 39所985大学中 转专业很容易的大学有五所 分别是浙江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以及中国农业大学 这些高校对于转专业没有太大的限制 浙江大学除了通过三位一体综合评价照升方式入学的学生外 其他所有在校生都可以申请转专业 通过提前批入学的考生 只能在该批次专业中转专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 没有成绩限制 没有次数限制 基本是零要求了 第二层级 转专业相对容易从上途可知 39所985大学中 转专业相对容易的大学有七所 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兰州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以及西北农民科技大学 这些高校转专业不难 大多对成绩无要求 只要不挂科即可 同时很多高校对于转专业次数也有限制 这七所大学转专业的要求确实非常低 但是要转到热门专业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毕竟学院的教学资源是有限的 转专业成功率会相对较低 所以同学们转专业时也要参考各学院 接受转专业人数的限制 第三层级 转专业教难从上途可知 39所985大学中 转专业教难的大学有五所 分别是东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四川大学以及西安交通大学 这些高校都对成绩和转专业的次数有要求 转专业次数都是只有一次 但是成绩要求不是很高 第四层级 转专业困难第五层级 转专业超难从上途可知 39所985大学中 转专业超难的大学有九所 分别是南京大学 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 天津大学 山东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吉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以及中国海洋大学 这些大学对专专业成绩的要求非常高 专业成绩要求在10%以内 这意味着需要是佼佼者才能有转专业的机会了 而且次数仅一次 另外 南京大学除了要求所学专业成绩外 还必须完成转学专业准入课程的学习 原专业学分积点不低于4.0 也就是平均分90分以上 一般学生想转专业那还是算了 难度之高超乎想象 本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